監察院在日前調查了三加十一的防疫措施 爭議 二十二號發布了調查報告 結果 監委就表示了 指揮中心的決策考量 雖然是有所本的 但是沒有對外詳細說明 應該要檢討改進 指揮中心也再一次重申了政策放寬 始末 去年五月本土疫情大爆發 輿論將責任歸咎於放寬 及組員三加十一防疫措施 監察院二十二日發布調查 結果指出 指揮中心 從原本五加九調整為三加十一 決策考量雖然有所本 但未對外詳加說明 應檢討改進 監委進一步表示 雖然三加十一決議過程 無會議記錄並沒有違反規定 但畢竟防疫措施的變更 動輒影響千萬國人 雖然未來應修法明定 何種決策要有會議記錄 而指揮中心也在下午記者會上 再次說明了放寬許莫 三加十一政策首都選戰持續攻防 監院調查報告遭來應質疑是侵犯 中則強烈反擊 講完大概是選舉選封了 針對質疑監委也做出回應 不會隨著任何參選人提出的意見就搖擺 調查報告約尋多位專家學者整合看法 至於是否有不足的地方 就交由民眾參閱公平 記者黃潘陳柏玉 陳常維 特別報導